第四題 中藝帶著釣竿到小池塘釣魚 如富途所示 當魚兒上鉤時 他的左手幾乎握著釣竿不動 相當於支點 右手則在左手前端握住釣竿方向向上 提竿使魚離開水面而釣起 關於此簡單機械迅速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知道B一定是錯的 因為機械可以省時 或者可以省力 但絕對不會省工 柱的選項也是錯的 雖然左手為了釣竿不動 但他支持整個釣竿跟魚的重量 所以他本身是會有施力的 所以施力等於零也是錯的 我們從圖上看到 左手這邊是所謂的支點 右手是所謂的施力點 而魚這邊是所謂的抗力點 所以我們發現我們的抗力幣比較大 施力幣會比較小 而我們的槓桿原理告訴我們 施力幣乘以施力 會等於 抗力幣乘以抗力 所以如果我們的抗力幣比較大 那麼我們的抗力就會比較小 而施力就要比較大 所以他是一個費力的工具 然後費力會省時 所以應該是一個費力省時的工具 所以應該是選的是C 所以第四題問我們說 關於此簡單機械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他是審時的機械 對 對 對